大家好,我是戴红 好久没讲鱼了哈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同志们期待已久的鲨鱼 一条老鲨呀 大部分人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大白鲨 那么这期视频呢 咱们来讲讲大白鲨和它所在的蜀鲨墓这一大家子 蜿蚤鱼缸,板塞亚缸 鲨总墓是一个古老且物种丰富的大家族 其中呢,今天的主角蜀鲨墓 突然了可能是地球历史上个体种族值最高 悟空最爆表的传说级梦幻水系大怪兽巨齿鲨 关于这些远古蜀鲨,将来我会在戴红古生物频道详细讲解 然而悲剧的是,随着版本的更新 这些古代老蜀鲨们都寄了 蜀鲨墓现存有8个棵15个物种 长相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呀 既有长得很鲨鱼的鲨鱼 也有长得抽象至极的物种 还有一些让人一看是还恐惧症犯了 咱来挨个说道说道哈 首先是抽象老灯来自坚吻鲨科 零星分布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 100-1300米水域的欧式坚吻鲨 体长3.8-5.5米 有些磁性都达到6.2米长 哎呀,长得简直是神头鬼脸 整体呈现出一个诡异的模样 在国外也被称作哥布林鲨 这给哥布林放在身边啊 都得给哥布林吓了一跳 他的身躯柔软松弛 有5个宽大的腮和一个刀状的稳部 这个稳部十分敏感 有着探测猎物的作用 而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那极其特化的嘴部 平常看起来还比较友好 在遇到食物的时候 挥一个机械飞嘴 给猎物触目惊心的上一刻 主要以中层鱼类 鱿鱼和甲锹类动物为食 在其他方面资料较少 追尺沙科的追尺沙 长相十分猙獰哈 一嘴中锯齿短笔的牙齿 看上去是十分骇人 分布于大西洋 地中海 印度洋和西带偏洋的 沿海暖温带 热带海域 体长1.9-3.2米 体态粗壮 稳不呈现一个叫扁的圆锥形 牙齿细长尖锐 有些还会参差不齐地 突出嘴外 颇具动漫感 在宝可梦世界 肯定得带个恶的属性 但其实性格相对来说 比较温顺 暂时没有致人类死亡的记录 游泳能力很强 但是行动比较缓慢 普遍在夜间更加活跃 他们会通过向胃部 吸入空气来调节浮力 让自己悬停在水中 名副其实的大卫代 实在一提的是 追尺沙可能是 最聪明的鼠沙母成员 在群体聚集之后 他们会进行亲密无间的合作 对鱼群来一波狂野追捕 而且雄性在和雌性交配后 会留在雌性身边 对其来一波神秘守护 在怀孕期间 发育较早的小追尺沙 会对母体内的其他卵子 以及一些较小的胚胎 进行一波大快朵银 吃到子宫内 只有一个幼体存活为止 好在啊 雌性追尺沙有两个子宫 在9到12个月的孕期之后 一次基本能产两胎 以各种鱼类为食 也会吃乌贼和甲鞘类动物 野外寿命15到17岁 卷养寿命可达30岁以上 沙追尺沙科有两个成员 首先是凶猛追尺沙 刷新点很神秘哈 它会出现在全球各地的 暖温带和热带深水区 体长2到3.5米 身躯粗壮 稳不扁平 嘴长眼大 游动能力很强 进行会单独或是成小群模式 在礁石沟壑附近游荡 其他方面资料较少 二眼追尺沙 眼睛更大一些 在大西洋 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温暖深层海域 有零星记录 体长3.26到4.27米 资料比较少 拟追尺沙科的 补原式拟追尺沙 方部区域远离陆地 只要在水面的水下 590米深度的范围内活动 体长74到122厘米 体型纤细 头部呈圆锥形 眼睛巨大六圆 可能以鱼类和投足类为食 到抽象老沙们开始出现了哈 巨口沙科的巨口沙 相信玩过潜水员大夫的同志 对这家伙应该是十分熟悉哈 在游戏里 他一口毁灭红西 应该让不少潜水员亏大发了 三次元的巨口沙 分布韵暖温带到热带海域 在大陆架附近 生活在水深5到40米处 在远离海岸的远洋地区 可潜水达到1500米深处 体长4.25到6米 拥有一个圆咕隆咚 又大又长的脑袋 隐气了大鲨鱼 给人的牙尖嘴利的固有印象 呈现出了一个 好似不倒翁的炫酷面容 如名字一般 嘴部巨大 有很多细小成钩断的牙齿 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 在夜晚会跟随林虾一同垂直前席 到接近水面的地方 等到白天再回到深水区 人上是令深海恐惧症患者 心惊胆战的大鲨鱼 来自母沙科的母沙 分为全球大多数海洋 靠近水面的冷温带水域 在热带和赤道地区 活动于较深水域 潜水通常在200到1000米的范围内 最深可达到1264米 平常7.5到10米 是紧碎于金沙 体型第二大的鲨鱼 拥有一个十分惊世骇俗的巨大嘴部 还有几乎可环绕头部的巨大塞裂 十分适合从黑暗中 伴随着那种一惊一乍的音效 缓慢浮现 我强烈建议 所有和深海相关的游戏 都加一个母沙的角色 另能给玩家吓一跳 只要独居生活 有时也会在沿海海面 也超过100只的大群体形式出现 然后对浮游生物进行一波毁灭冲锋 把这些能吃的食物 连在海水都吞进大嘴里 然后利用强力塞爬 以每小时高达150万升水的效率 将海水在排出体外 如同一个碳基过滤器一般 它能悠然自得的浮育水面 可以与其巨大而充满油脂的肝脏 能给它提供福利 而且正是因为这些肝油 也给母沙带来了灭顶之灾 从北欧到西欧 从日本到北美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 对母沙进行了大量捕捞 用其甘油制作工程油和化妆品 各为将其肉 软骨鱼鳍等作为商品出售 在这段时间里 母沙种群数量相应超过50% 虽然近些年来已经被立法保护 但日本北美那一片的种群 貌似没有恢复的迹象 好在西欧附近水的种群数量 有所上升 希望这些可爱的大家伙们 能恢复种群数量 悠然自得地生活在大海中 然后是长尾沙科长尾沙鼠 这些长相奇特的鲨鱼如名字一般 尾巴很长 尾部上一叶如同一个圆月弯刀一样 而且瓷尾十分有作用 包括像某些动物长了巨大的螺旋长牙 然而大部分时候只用来测水温和盐度一样 它跪在捕食的时候 一个月牙天冲把小鱼打蒙 各位成群结队的 配合着使用水流尾来击打小鱼 从而将其捕食 也正是因为这个喜欢用尾巴击打猎物的习惯 所以经常把尾巴在做钓鱼老的鱼钩上 长尾沙现存三种 首先是湖形长尾沙 一湖分布于全球海域 体长点6到5.75米 只有以小鱼和投足类以及甲鱼类为食 不同地区的个体寿命不同 有些地方最大年龄在24岁 有些地区能达到50岁 前海长尾沙 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太平洋 体长点67到4.28米 头部比较窄 尾部上液很长 主要生活在远洋 有时就会出现在大部架附近前海区域 以小鱼和投足类为食 大眼长尾沙 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卡蓬哈 分于全球的温带和热带海域 体长一般3到4米 与其他长尾沙一样 有一个战机总长度近一半的细长尾期上液 脸上长着一双名副其实的够昏眼 直径可达10厘米 它在白天会生活在300到500米深或更深的水域中 夜晚会上升到100米深左右的水域 这可能和它寻找猎物和躲避捕食者有关 与各种鱼类和鱿鱼为食 最后是长相最地道 最符合大众心目中鲨鱼形象的鼠沙科的五位成员 鼠沙科鼠沙所的鼠沙 分布于北大西洋和南半球2到22摄氏度的海域中 体长1.4到3.65米 五纹布很长很尖 整个头部跟个火箭一样 在海里穿行的样子十分富有科技感 是回游行鱼类 夏季在接近海岸的水面活动 冬季会进入近海的深水区中 年轻的鼠沙比老刀们更喜欢温暖水域 和智人正好相反哈 智人的老年人一般比小孩更耐热 小时候我去老人们泡温泉的池子 那水温恨不得给年幼的我煮熟了 鼠沙长着一个大大的眼睛 仿佛好奇宝宝一般巡视着周围的一切事物 也确实如此哈 他好奇心很强 只能会接近船只和潜水员 对智人进行一波水下观察 但是攻击性不强 潜水员们普遍认为他不危险 食物方面主要以小型远洋鱼类 小型鲨鱼和鱿鱼为食 在北大西洋海域的鼠沙寿命可达到60岁 新西兰周围的鼠沙寿命可达到65岁 鼠沙数的太平洋鼠沙分布于北太平洋 平常1.8到3.05米 喜欢栖息在凉爽的沿海和远洋水域 整体形象貌似比鼠沙六微压缩一些 像个短粗的鱼雷 主要以沙丁鱼等群油小鱼为食 寿命在20到30年左右 青沙数的坚稳青沙 也就灰青沙 这分布于从北纬50度到南纬50度的 所有温带和热带远洋水域 平常1.65到4.45米 整体外形是十分亮眼和很有冷酷杀手的气质 背部成蓝色或紫色 稳不坚长 牙齿如刀刃一般十分锐利 尾齐呈现出一个新月形 具有侧突 天稳青沙有着现今沙与大家族里最高的敏捷数值 游动的时候十分酷炫 爆发力极强 能够在短时间内也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游泳 而且还能跳出水面 看上去是十分壮观 回忧性强 属于海中的传说级徒步爱好者 会在大洋盆地中进行长距离回游 甚至会横跨大西洋 有些个体会在半年内游动超过1.3万公里 在新西兰和斐济之间来回穿梭 简直是骨灰级旅游啊 食物方面 坚稳青沙主要以头足类和硬骨鱼为食 有时候也会吃其他小型鲨鱼 衰豚 海龟和海鸟 他们会通过潜水术来到猎物下方 让一个相位猛充 朝上方猛扑接一记啃咬将猎物撕碎 由于外貌过于炫酷 保持短纹青沙在潜水旅游等活动中 十分受欢迎 但他呀 其实攻击性不低 在980-2024年间 共发生过10起短纹青沙袭击人类的事件 其中3起是致命事件 此外还有20起短纹青沙袭击船只的事件 他在将来旅游的时候 看见他还是尽量远离哈 寿命一般在28-32岁 长臂青沙 双眼点常见于大西洋西部的热带水域和太平洋中部 体长1.9-4.3米 长相十分炫酷哈 有一座巨大的胸鳍 看见是十分卡通 跟大力水手一样 稳步不是很尖锐 以鱼类和鱿鱼为实 其他方面资料较少 好了 终于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明星 日人鲨数的世人鲨 这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大白鲨 分布于全球各大海域 是分布范围最广的鱼类之一 一定要适应5-25摄氏度的海水温度 体长3.1-6米左右 体重可超过2吨 长相是十分经典哈 在各大影视游戏作品里 都是热门角色 人气非常火爆 稳步茬而突出 嘴里长着巨大扁平的三角形锯齿状牙齿 掩植至自然界T1级别的大杀器 身躯强壮 第一背棋和胸棋十分宽大 如同携带了三个大镰刀 背部体色呈灰色 腹部呈白色 眼睛十分深邃黑暗 新陈代谢很快 在大海中浮现的时候会有死神降临的即视感 大白鲨在鲨鱼里算是智慧型英雄 它们会通过一些复杂的操作 来最大限度减少群体内部冲突的情况发生 比如那些体型巨大的雌性大白鲨 会担当起女王的角色 雄性大白鲨和其他小大白鲨 为女王马首是瞻 共产独居 但有些个体也会结成小群体共同捕食 它们是高度回游性鱼类 经常会游动超过数千公里 在食谱方面 大白鲨可谓是海洋美食家呀 饮食范围十分广泛 鱿鱼鲨鱼金枪鱼 海豚须鲸鲸鲸鲜鼠海豚 海豹海狗海狗海狮海龟 海塔海鸟和各种鱿鱼无贼 它是有啥吃啥 特别是富含油脂的奇族类 是大白鲨的最爱 在很多奇族类动物的聚集地附近 总能见到神出鬼没的大白鲨 很多人因为影视作品的影响 认为大白鲨是十分恐怖啊 见到人就会吃 还有一些人受到网络视频的影响 认为大白鲨被过度黑化了 其实它不咋吃人 两种言论都很有道理哈 事实上 大白鲨是很朴实的一种动物 正如前文所说 有丰富脂肪的动物 是大白鲨的最爱 智人这种生物对大白鲨来说 多少有些陌生了 完全不在大白鲨的食谱上 但是老鲨呀 它有着很纯真很可爱的一面哈 遇到它不认识的东西 它一点都不高冷 会很主动地跟对方打招呼 狠地咬对方一口 对对方的属性进一个大概的探测 比如说前史用的金属笼子 被大白鲨看见 它也不介意啃上几口来了解一番 大白鲨能如此奢侈地使用牙齿 正是因为它能终生不断地更换牙齿 总有锋利的锯齿三角牙可供它使用 如同熟练使用 会途转生躯体的宇宙波斑一样 战斗风格是十分潇洒 这让爱护牙齿的虎精 是羡慕不已呀 当前版本自然界 特别杀着种族值高达680的 神级水家恶系英雄 拥有当前版本最高的物攻种族值 伴随着大招聚杀强袭 接一口本系技能咬碎 几乎能秒杀一切对手 恐怖如斯呀 被动技能杀鱼皮 能对那些进攻他的对手造成微量伤害 在拥有高度生命值的情况下 敏捷度也很高 在使用淘气打击将猎物打出硬值之后 会使用暗中观察在水面对周边环境进行浮潰 让一个古灵精怪跃出水面 把猎物大快朵银 假如你选择使用大白鲨作为这把的英雄 那么我建议你扳掉虎精 虎精是种族高达780的 超人机水系力量智慧敏捷三项齐全之强力英雄 个体种族是极高的同时 团战能力格外的强 在面对大白鲨的时候 各种火箭头腿和冲浪术等打出组合剂 这让大白鲨着实有些难以抵抗啊 当然哈 假如虎精对于大白鲨过于执着 那么也会付出惨烈的代价 正如前文所说 大白鲨的被动技能鲨鱼皮 会和虎精有限的牙齿 很稳的上一颗 让那些痴迷于捕鲨 魔症了的虎精 只能变成背棋弯曲 可能牙齿也剂了一大半的心理疾病患者 关于鼠沙目的基本介绍 在这告一段落 给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加关注 或者带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 加油吧大家 大家下期再见